所以整个MIUI 13 我们覆盖了手机和平板两个设备 主思路其实就是快更稳 我们放弃掉了一些可有可无的更新 只做对用户切实有意义的 和用户有强烈感知并且呼吁的功能 那么在MIUI 13的手机部分 我们首先聚焦的依然是基础优化 那么基础优化 我们和行业权威的Tier实验室 一起联合共建了流畅的评估模型 用来客观看待我们的优化的成果 所以在这个评估模型下 我们看到就是MIUI 13中 头部三方应用在全机型的流畅表现 都明显提升 相比12.5增强版 因为12.5增强版的表现 已经是比较不错的 13从入门到旗舰 累计掉增时长下降了15%到52步的 其实进步非常明显 那么23个系统应用的全机型流畅度 也都明显提升 包括从旗舰到入门机 大概累计的调增率下降了20%到26% 所以在鲁大师最新的安卓流畅度很侧重 小米从旗舰终端和入门 其实也都拿了第一 我认为这也是对流畅度优化的一个认可 在应用驻流方面 后台应用驻流的表现在MIUI13上也依然非常强悍 我们继承了12.5增强版中间的原子内存技术 连续开启20个应用的测试中 连续开启然后再重新打开 搭载MIUI13的MIX4的表现 在同级别机型中的表现也是非常的优秀 在手机长期使用的这个防老化上 得益于液态存储技术 以小米11 Ultra为例 我们连续使用36个月的性能衰减小于5% 可以说常用如新 所以整个MIUI13的基础优化确实是快更稳 这也得益于我们的各项底层核心技术的突破了 因为从长期来看 优化一定是基于技术和软件架构的突破 因此今天发布的MIUI13也只是一个开始 我们在整个生命周期里 在未来的半年到一年中 我们还会持续地优化 并及时地把成果以稳定版的形式推送给大家 那么MIUI13关注的第二个事情就是用户隐私了 因为这是对用户非常非常重要且有意义的事情 在过去MIUI的隐私推进了行业变革 我们首发了一系列非常非常重要的隐私功能 并且引领了行业的变化 那么今天我们MIUI在日常生活中 关注在生活中去守护你的隐私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是人脸验证隐私防护 就是人脸验证 大家还是非常非常熟悉的 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 你没穿衣服的样子都被别人看到了 这是公安部自媒体说的 原因是在人脸验证的时候 其实是你的整个上半身的形象都会被应用所获取 所以我们在MIUI13中我们做到了系统级的隐私遮挡 从系统底层开始把脸之外的部分全部帮你遮挡起来 这样子的话让你在人脸验证的时候就只会真正止露脸 第二个是隐私水印 就是在今天我们在网上面办理业务其实越来越多 那么很多时候我们需要把自己的一些证件发送给对方 但是在证件上添加水印的人可能不到10% 那么这些没有添加水印的证件很可能会被别人盗用 所以我们在相册中间也会识别敏感证件 这样你可以一键快速添加水印 比如说仅供某某公司办理保险使用 那么这样子的话在法理上就限制了证件的用途 为您的证件加成防护 第三个是电炸防护 就是新型的电性诈骗 大家不要觉得是一个离自己特别遥远的事情 就现在连我身边的朋友和同事 最近真的都有好几起重招 因为整个诈骗的过程设计是非常精良的 并且很难识破 所以我们米YZ是推出了系统级全链路反诈 我们来看一下整个诈骗链路 第一就是给你发短信或者说打电话 然后实施诈骗套路 接着最后是诱导转账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诈骗短信和电话 其实非常难以分辨 比如说以这个短信为例 说您的交通出行卡已被终止使用 就是真假难辨 那么在米UI的系统级电炸预警中 我们会把这些短信和诈骗电话全都标识出来 然后包括你看这个短信它可能是来自于境外的 是非常可疑的 那有的时候官方给你打了电话 比如说96110给用户打电话 反而用户就不相信了 觉得这为什么一上来就说自己是警察 一听起来就很像骗子 所以其实在米UI13中 我们把官方也做了预警标识 让你可以非常踏实且幸福地 去相信官方的来电和短信 同时我们对诈骗应用也进行安装拦截 然后已决后患 最后一步就是风险转账防护 我们在最后一步即将转账的时候 我们识别到风险 也会给最后一次保护 就让您警觉 所以整个米UI的全链路电炸防护 其实帮您远离电信诈骗 那我们作为全球领先的隐私守护者 我们会继续引领行业 守护您的信息安全 然后接下来各系美学 各系美学一直是米UI的优势 但在这次在米UI13中 我们会更稳一些 聚焦于已经经过我们的内测用户验证的 用户确实欢迎和呼吁的功能上 首先是全新的系统字体 我们叫米Sense 这是一个形式更简洁 有更丰富排版特性的字体 它有丰富的OpenType特性 我们以左上角的这个A-X为例 这是一个连字符 那么它在小写的时候 它的连字符会自动下沉 这样子的话可以适配大小写字母 其实类似这样的细节有非常多 这样可以让我们的排版更加细腻 那么整个这个字体有十个字重 我们将开放给全社会 去免费下载和商用 所以不管你是其他的公司 或者说是自由的设计师 大家都可以免费使用我们精心设计的这一款字体 然后是壁纸 其实我们每一年都在跟全球的艺术家合作 来创作出非常优雅的壁纸 供大家使用 今年也不例外 但在这里呢 我特别想提一个联名款 就是和美丽科学的合作 他们是一群致力于用可视化 把科学之美呈现给大家的创意工作者 所以我们这一次用偏正光显微镜 去拍摄不同物质的结晶过程 大家可以看到这些常见的物质 在镜头下展现出超乎想象的丰富绚丽 比如说以常见的维生素C为例 维生素C的生长也是让人非常的惊艳的 那么更多的 诸如柠檬酸 水洋酸这些 我们把这些精美的结晶过程记录下来 制作成了动态壁纸 然后用来去呈现这个微观的科学之美 然后MIUI13也搭载了全新的小部件体系 整个体系呢 我们在开发版内测已经好几个月了 其实深受内测用户的欢迎 那么我们联合30多家头部的开发者 设计了许多使用的小部件 包括通过小部件收取蚂蚁森林的能量 了解微博最新热搜 甚至直接查看王者和吃鸡的战绩 我们的内测用户也给我们提了很多意见 希望我们能够提供更丰富的部件 所以我们在MIUI13上还特别推出了个性小部件 所以比如说以一个简单的时钟为例 那么在MIUI13的个性部件中 你可以换成游戏机 你甚至可以变成灰光管 或者变成围绕房子转圈的圣诞老人和迷路 那么个性签名部件 你可以把自己的格言放在你的桌面上 并且随意地更换样式和颜色 对 就像这样 那还有一些趣味小部件 就是可以根据你行走的部数 显示你消耗了怎样的食物的卡路里基布器 还有可以记录你喝水的能量杯 一天要喝八杯水 对吧 然后包括你可以丢个骰子 然后丢个硬币 然后去做一些判断 甚至跟你的好友用石头剪刀布来一决顺负 这些都是我们的丰富的趣味部件 那么所有这些都是有非常强的可玩性 那甚至在MIUI13中 连小爱都有了形象 所以呢 你可以去更换小爱的形象 甚至更换他的服装 甚至去定义他的声音和唤醒词 来全方位定制你的小爱同学 那这样的话更有乐趣更可玩 这样通过个性化的小部件 通过壁纸 还有小爱等等 你可以搭配出属于你的独一无二的系统 最后呢 就是多提一句 就是在今年其实MIUI 拉了全球设计奖的大满贯 这在整个手机行业呢 是第一次 那么作为全球设计界认可的美学先锋 MIUI在未来也会依然 带给大家更多的美学享受 所以以上是我们今天MIUI13的手机部分 快更稳的基础优化 又一次引领业界的生活隐私的守护特性 还有丰富的个性美学 让你可以定义属于自己的独一无二的系统 那在MIUI13的Pi的部分呢 我们的关注其实只有一个 就是大屏效率 首先我们适配了头部3000多个应用 那么每一个应用呢 在大屏上面都可以得以呈现更多的信息 得以有更高的效率 包括我们在手机上新推出的MI加7.0 那么在Pad上 我们会有更大的展示 你可以一览更多的设备 包括看视频也是一样 那么如此多丰富的系统应用 全都通通适配了大屏更高效 在这里呢 特别想跟大家介绍两个效率更新 第一个就是多任务 其实我们认为多任务的关键啊 是在于全屏和窗口的切换 我们以大家熟悉的笔记本为例 笔记本电脑 对吧 大家都知道 你点一下就可以切换为小窗 然后同时你可以快速地更改窗口的尺寸 大家非常熟悉 这就是多任务 但是呢 我们看看在iPad上 iPad上当你切换窗口形态以后呢 你是没有办法直接把一个全屏应用变成小窗的 点击下来的话也不行 所以这其实某种程度上是大家使用Pad多任务 一直很别扭的原因之一 那么在MIUI13上面怎么样呢 我们来看一看 其实非常简单 你用手指在边角一拖 它就直接进入小窗状态 就这么简单 并且同时呢 你可以直接更改它的窗口尺寸 就像在电脑上一样 并且应用的内容是自适应窗口大小 那么如果你想要恢复全屏呢 其实也很简单 拖一下就切回全屏 就这么简单 甚至比电脑还简单 因为它适配了手势 所以在MIUI13上面 你可以边角一拖 快速进入窗口状态 并且不只是右侧 左侧也可以 因为适用于不同的左右手的用户 以及你可以呼起全局任务栏 拖拽应用直接开启小窗 或者直接在桌面上 以小窗的方式打开桌面应用 就像你在电脑上面使用的那种习惯一样 所以这就是我们推出的MIUI13 Pad自由窗口 是一个超越平板 媲美PC的一个多任务 那么在这个自由窗口的这套体系下 你可以一边跟同事沟通 一边写文档 你也可以一边看视频 一边刷微博 你还可以在玩游戏的时候 掉出窗口来跟大家聊聊天 所以它不管在各种场景下面 都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多任务解决方案 多任务之后 我们来说一下效率的提升 是跟配件相关的 小米Pad搭配了有非常好用的触控笔 叫做灵感触控笔 可以让你很方便地做图彗和记录 笔上我们还有两个特别的键 第一个速记键可以快速呼出画布 然后截图键可以快速地让你圈选和做标记 但我们今天的重点是小米平板键盘 就在小米平板键盘上 其实有一个非常特别的键 是一个独有的任务键 我们这次13专门适配了任务键 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当在13下 你单击任务键 可以在全局呼出任务栏 然后当你双击它的时候 可以快速地在两个应用之间切换 甚至你可以使用组合键 快速打开你想要的应用 甚至自定义 比如说微信 其实都是非常的方便 并且在电脑上我们有非常多熟悉的快捷键 这些快捷键其实在平板上也是支持的 都是非常非常的类似 所以总体下来的话是非常高效 并且你还会很熟悉 以上就是米UI13的Pad部分 我们拥有P-Mac PC的Pad多任务自由窗口 高效且熟悉的键盘和全局快捷键 还有对3000头部应用的大屏适配 一切都是为了更高效地使用而服务 那在这个地方也多说一下 就是Pad三件套其实推出来以后 还是广受好评的 但是灵感触控比经常断货 所以我们现在开始已经全量供应 同时为了让Pad更有个性更美 这次还推出了两个非常清新好看的新配色 以及最新的8G版本 并且有100元的首发优惠 所以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都可以去商城看一下 所以到此为止 这是米UI13的全部内容 简单形容米UI13就是快更稳 在基础优化和大屏效率上 我们让使用更加高效 那么在稳固保护的隐私特性上 连个性美学也都是更稳更新 然后经过了用户的验证 最后我还想说一个稳 是稳定版 就是为了不让大家等上三个月以后才能用上 我们将在四周以后开始第一批稳定版机型的推送 那么第二批和第三批也在紧密的规划中 所以详情大家可以参看官网和社区 所以在此也特别鸣谢以下的应用开发者 感谢大家给我们的支持 然后呢 多说一下就是不知不觉 米UI13站在了十年的一个分界线上 往前十年 米UI从最初一个默默无闻的小众安卓定制系统 见证并伴随了整个智能手机行业的成熟 到今天历史十三代 有时候我们也会跟米粉朋友们聊 就是米UI的未来会是怎么样呢 大家也有很多不同的看法 有时还会拿出万物基于米UI这个老梗 但是下个十年其实就在眼前 我们确实是在认真思考米UI的下一步要去往何处 过去期间也有反复的讨论和思考 我们得出了一个初步的答案 所以今天呢 接下来我们想给大家展示一下 我们心中对于米UI未来的一个思考 所以我们今天发布的并不只是米UI13 我们发布的是整个全新的米UI家族系列 那么除了面向手机和平板的米UI13之外呢 我们一共有五个产品 米UI Watch 然后米UI Home 米UI TV 还有小米妙想 那么它分成三个来看 覆盖了个人场景 家庭场景 还有企业场景 我们先来看一下个人场景 我们希望在我们设计的目标是 内容在个人场景下 能够在设备间无缝自然流转 那我们首先以 那个同式米UI13的手机和平板为例 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当你在使用手机和平板的时候 你在手机上打开一个应用的话 你会发现你的平板的Dock上面 会自然出现这个应用 那么点击一下以后 你就能在平板上面打开 所以这就是我们一个 非常简单的应用自然流转 那不仅是刚才所说的笔记 比如说你在手机上查看文档 你可以在大屏上去编辑 比如说你在手机上看视频 你也可以切换到你的平板上面去观看 那不仅是应用 照片也是一样 在手机上拍照 那么你可以很自然地 在平板上直接使用 拖拽使用 如果你的平板现在没有WiFi了 你可以一键吊起手机上的热点 并且直接连上 甚至你在平板上面注册网站 那么当手机收到验证码以后 会自然而然地流转到平板上 一键填入 对 所以就是这么简单 一切都是非常的直觉 并且非常的自然 那么其实除了手机和平板 手机跟手表也是一样 当我们在手机上导航的时候 你可以把手机放到口袋里面 然后导航的信息会自然而然地流转到你的手表表盘上面 这样的话你抬起手腕来就可以看到 那么不管是在你步行还是骑行的时候都非常方便 打车信息也是一样 抬起手腕就可以看到打车的信息 那么来电也是一样的 来电非常简单 手表直接提示 然后直接接听 甚至在更复杂的一些设备连接中 那么你手表上的运动数据 包括跑步机上的信息 都可以一起流转到电视的屏幕上面去显示 让你能够更好的去锻炼 当然 随着周边连接的设备进一步增多 我们也在思考 是不是有一个地方 可以让用户更直观地看到所有重要设备 并且能够非常简单地去操控内容流转 所以因此我们还推出了一个新的 就是小米妙想中心 它是什么呢 它是一个互联互通的控制中心 那么在这个上面的每一个气泡 都是一个智能设备 这里面显示了所有已经和你手机 建立了连接的设备 那你所要做的呢 只是非常简单地去拖动 并且操作内容 那我们以音乐播放为例 来看个例子 非常简单 就是在妙想中心中呢 你无需要思考设备之间是如何连接的 它们要不要组合在一起 你只需要关注你的音乐 要在哪个设备上播放 然后轻轻一拖就好 你还可以点开音乐卡片 直接去控制在当前设备上的播放 就是一切都是这么地简单 并且符合直觉 是非常不一样的地方 那同时呢 其实不只是音乐 设备的画面也是可以流转的 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 所以当你在手机上看短视频的时候 你可以呼出妙想中心 然后顺手一拖 拖到你的笔记本上 你就可以在笔记本上去观看 那么同样 你还可以继续拖 拖到你的电视上 所以就可以了 那事实上 我们还有一些更快捷的操作 可以完成流转 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 所以应用流转也可以快捷推送 当你在使用应用的时候 只要直接往上拖动推送 然后你点击你想要的设备 那么应用就会自动地 流转到那个设备上去 也是非常好用的 那同时啊 还有一个情况就是 如果你周边有非常多的设备 为了让你能够很快地 识别出你常用的设备 我们还支持用贴纸来装扮和区分 所以你可以给你非常喜欢的设备 贴一个五角星或者小彩虹 对 让你来非常方便地去识别它 那么以上就是我们给大家介绍的 小米妙想中心 它不仅是互联互通的一个控制中心 可以极其简单直觉地操作内容 在设备间流转 所有的设备都已经默认地连接好 你只需关心在什么样的设备上 去展现什么样的内容 并且控制它 那么我们在个人场景里面 介绍了很多 因为时间关系 确实来不及介绍更多 MIUI Watch将在本周 就开始推送稳定版 那么小米妙想呢 是一个全新的功能 因为牵涉到非常多的设备间的互动 所以我们本周开始呢 将定向邀请米粉来类测 那么更多的信息呢 大家可以去社区和官网了解 说完个人场景啊 其实在第二个场景 也就是家里面 情况是有一点点不一样的 就是随着小米智能硬件的普及呢 智能家居正在逐步进入我们的生活 家里面的智能设备越来越多 连接也是越来越复杂 所以呢 作为个人 我们当然可以在手机APP上 去操作智能设备 但是当全家人都需要去操作的时候呢 其实一个公共的控制面板 就非常重要 所以呢 这就是我们今天想带给大家的 一个新家族成员 MIUI Home 它是基于触屏音箱的全新升级 所以当你OTA升级完了以后 你的触屏音箱就变成了 家庭智能中控 过去我们使用房间的概念 来帮大家去组织和管理设备 但是用户的需求啊 其实往往是调节一下照明 看看温度 看看监控这些 所以呢 我们将散落在家里面的设备 根据用户的需求和认知 重新来组合 并且进行过经验 然后这样子的话 你在MIUI Home里面 就可以对全家庭里面的智能设备 一目了然 随心操控 那不光是你在沙发上面调一个灯 或者在书房里面顺手调节一下空调 甚至说 你可以操作所有的灯组 全开或者全关 都是非常的方便 甚至 那我们在使用智能场景 睡觉前 你只需清点一下晚安 那么立刻灯 窗帘 电视 所有东西一切联动 让你安心睡一个好觉 那所以呢 它放在哪里都好用 不管是家门口 客厅还是卧室啊 全家人都能够轻松地控制 我们也支持了米家的上千款设备 带给你最全面的家居控制体验 那么它不仅是一个控制中心啊 它同时还是家庭的通知中心 因为它是一个常亮的屏 始终在家里面亮着 所以它是特别适合做通知 不管是你的饭煮好了 然后还是衣服洗好了 或者说 家门口有人按门铃 甚至说 你家里面出现了一些特别的状况 需要你知道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全场景家庭通知设备 那甚至啊 它不仅连接设备 还能够连接家人 在平时呢 米外红就是一个 非常简单的电子相框 你可以把家人的照片上传上去 那在需要的时候呢 它也可以进行家庭内的快速通话 所以你可以一间拨打书房 然后喊 对吧 喊书房里面的家人出来吃饭 或者说给爷爷家 奶奶家拨打电话 都是非常的方便 就像这样 所以呢 这就是本次推送的米外红 经过OTA升级以后呢 有屏音箱就变成了你的家庭智能中控 不仅可以一目了然 随心控制家里的设备 它同时还是家里设备的通知中心 更可以连接家人快速通话 那么米外红支持所有八寸屏的音箱 我们将在一月中旬就开始推送稳定版 那么为了让大家都可以体验到呀 从今天开始也特别为大家带来了一周的特别优惠 大家感兴趣的话呢 也都可以去尝试看看 然后接下来呢 就是企业场景 在企业场景中啊 其实电视是无处不在的 那么在整个中国的电视市场 目前小米占据了21% 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采用小米电视 尤其在小米进一步推出的98寸大屏电视 也替代了会议室里的投影仪 但是不管你使用电视还是投影仪 其实有一个痛点就是投屏 就是每当你想要投屏的时候 接线找接口 甚至说因为接触不良 然后需要排查问题 是非常非常痛苦的 所以我们今天也推出了一个企业小助手 叫做小米拍拍 它是一个全新的无线投屏神器 我们就是要一劳永逸 彻底永久地解决企业投屏的问题 它非常地简单 简单到就是什么呢 插上笔记本 然后拍下按钮 就投屏投上去了 就是这么简单 并且它是无线的 所以没有线的束缚 你可以坐在沙发上拍 你也可以坐在会议室的角落里拍 反正任何地方 只要你觉得舒服的地方都可以 它还最高支持4K30帧的一个投屏 是一个高清超低延时的 然后如果你的会议室足够大的话 当然你可以放两个或者多个 大家接上 谁想投 然后谁就拍一下 事实上在小米的很多会议室里面 我们大家都已经用上了 是好屏如潮 还是非常非常好用的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投屏难题终结者 我们叫无线投屏神器 其实也是非常非常的便宜 所以大家也可以去了解一下 但是我们企业场景的痛点 还是在欢迎合作伙伴或者专家来访 甚至说你在企业的公共区里面去做轮波展示 是非常常见的 但是常见弄好可不容易 因为你往往需要找设计之图 然后用U盘烤到电视上 然后还要做复杂的操作和设置 那么在米UITV的企业版中 你要生成精美的展示只需要一分钟 你甚至直接用遥控器 做非常简单的操作 就可以生成一张精美的海报 因为我们提供了非常多丰富的企业模板 不管是团队开会 生日聚会 然后包括欢迎专家 等等等等 其实都已经有非常多丰富的模板 可以供你去编辑 如果你觉得还不够的话 手机也可以轻松上传你的图片 并且进行编辑 非常的方便 甚至如果当你的公司足够大的话 它还能够帮你同时管理上千台电视 满足非常复杂的企业需求 比如说分区设置 设置不同的轮波 设置不同的展示逻辑 甚至到晚上一键关机节能 所以整个企业展示 它其实不仅是一台电视 它是一个复杂的企业套件 非常强悍并且好用 企业的第二个痛点 一个常见的痛点就是访客上网 经常会有人带着笔记本访客过来 然后需要上网 你需要去找网管 或者说需要去寄密码 但是在米YTV企业版中 我们有个应用 企业应用 你可以直接轻松开启访客WiFi 这样子的话 访客来了 依然可以非常方便地去连上访客WiFi 不用再去求人去找网管 最后的一个功能 是跟人相关的 因为在企业中 其实最终所有的生产力源头 都来自于人 这也是为什么大家越来越关注于职场人 在办公场景下的情感体验 希望能够创造一个更优质的办公空间 所以我们来想象一下 如果在公司中 如果你在做方案的时候 你旁边能够去俯瞰 太空中去俯瞰蓝色的星球 如果你在和客户畅谈未来的时候 你们旁边可以看到青海 高山草场 或者说当你自己在独自沉丝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太平洋上面的坐头巾 冒出水面 其实在MIUI TV的企业版中 我们将自然与艺术 通过这个大屏 融入到你的办公空间 这样瞬间就可以点亮你的办公环境 让整个空间变得与众不同 所以不论是会议室 还是企业的公共角落 都有适合的氛围 它犹如一幅超大的室内艺术壁画 一下子就提升了空间的格调 那放在企业的会客室 甚至是私人办公室里 也有极佳的氛围 我们还内置了很多氛围音乐 这样员工在音乐背景下 可以很放松地去聊天和休息 所以企业氛围 它能够瞬间点亮你的办公 那么所以这就是米外TV的企业版 为企业设计的电视系统 将自然与艺术氛围 融入办公空间 点亮你的办公 它同时拥有强大的企业套件 轻松搞定企业展示 并且还有访客WiFi 可以轻松开启 未来我们还会提供 更丰富的企业应用 那么如此强大的功能 你不需要一定买一台新的电视 我们1月份将首先推送 Redmi大屏的86寸 接下来是98寸 所以届时你升级以后 就可以在设置中 自己切换 就可以切换到企业版 那么更多的电视型号 我们会在4月底开始推送 所以今天以上 就是我们介绍的 小米米外的全新的家族系列 它包括覆盖个人场景的 米外13 米外Watch 还有小米妙像 那么覆盖家庭场景的米外Home 还有覆盖企业场景的 米外TV企业版 以及拍拍 所以从今天开始 米外它不再是一个 面向手机的操作系统 而是一个跨多设备 并连接多个智能设备的操作系统 开始逐渐地连接万物 我们认为这是对 过去十年的一个告别 同时也是下一个十年的起点 为了确保米外在未来 能够提供优秀的软件体验 其实公司这个月 也进行了一个重大的组织调整 我们组建了一个 拥有超过3000名工程师的 强大的集团软件部 我们相信 在这个强大的研发资源确保下 我们在未来 一定能给大家带来 更好的软件体验 所以也请大家拭目以待 谢谢大家 谢谢金凡 金凡刚才给大家介绍了 米外13和米外未来的发展计划 在过去这段时间里面 米外13是